昨天我们说到,人们对安慰剂的认识在1955年出现了一个转变 之前人们认为,安慰剂产生的所谓疗效是病人意想出来的,实际并不存在 但1955年之后人们证实了,有些病症的改善确实是安慰剂发挥作用,并不是纯靠想象的 既然有真实的改善作用,那安慰剂效应的生理基础又是什么呢? 这些还要等到1970年代之后,人类对大脑的认识加深了才能知道 1975年的时候,美国的科学家跟苏格兰的科学家同时独立的发现了一种大脑中的物质 今天我们称之为内肥胎 美国科学家是从牛的大脑中发现的,苏格兰科学家是从猪的大脑中发现的 这是一种安基化合物,化学结构跟马菲类似,主要产生于脑垂体跟丘脑下部 而此前,人们对马菲是很熟悉的 马菲就是鸦片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除了有很强的止痛作用 还会让人产生心悦的感觉,过量服用还会一直呼吸导致死亡 所以人脑可以自己分泌类似马菲的物质,那不就是给自己止疼吗? 由于它是内元性的,所以叫它内肥胎 大脑中每个神经元上都有很多受体 顾名思义受体就是用来感受其他分子的位置 马菲受体抓握马菲分子,也一样能够抓握内肥胎 最早猜测,安慰剂效应和内肥胎有关的科学家是美国生物学家莱文 他的实验是这么做的 找拔牙之后两个小时的患者来测试 因为拔牙的时候肯定要注射麻醉剂 但药效呢,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就消失了 疼痛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 他给拔挂牙两个小时的被试者注射生理盐水 并声称这是止疼剂 根据上期咱们讲的 这个时候肯定会出现两类人 一类会说,哎,疼痛缓解了 他们呢,是对安慰剂敏感的人 还有一类会说根本就没效果 他们呢,是对安慰剂不敏感的人 然后莱文进行了第二步操作 他又给被试打了纳洛酮 纳洛酮是戒毒所常用的药 他可以跟神经元上的马非受体结合 但结合上以后,却不发挥马非分子的效果 相当于占了马非的位置 却不发挥马非的作用 当给拔牙的被试者注射了纳洛酮之后 那些注射了生理盐水之后说不疼的人 开始喊疼了 而那些注射了生理盐水之后说没什么效果的人 继续保持着疼痛感 这一步就是最大的突破 莱文找到了安慰剂效应的实体物质 那真就是大脑分泌的内肥态 那些容易自己分泌大量内肥态的人 就是对安慰剂敏感的人 他们说不疼是真的不疼了 原因就是他们脑内分泌了更多的内肥态 起到了止疼效果 而这个时候强行注射一些纳洛酮分子 把神经元上本来可以和内肥态结合的点位占据了 而纳洛酮占据了位置却不发挥马飞的止通效果 相当于占了毛坑不拉屎 于是这些有能力大量分泌内肥态的人 就突然又觉得疼了起来 1978年 莱文把这项研究发表在柳叶刀上 用神经生物学解释了安慰剂的生理基础 第二个用神经生物学解释安慰剂效应的是帕金森症 它的生理基础是多巴胺 这也是源于人类对大脑的研究 继内肥态之后 人们又发现了很多大脑自己分泌的物质 这些物质负责传递特定的信号 和重要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 今天被统称为神经地质 一共有30多种 包括内肥态 血清素 去甲肾上腺素 乙鲜胆碱 还有多巴胺 多巴胺是奖励系统分泌的重要物质 后续研究还发现 多巴胺除了能让人感觉快乐之外 还对肌肉的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一个人分泌多巴胺的系统受损了 就会出现肢体异常的震颤 失去平衡能力 身体僵直等等症状 帕金森症就是这个系统出问题之后的表现 今天帕金森症的治疗方法 就是服用左旋多巴 通过外源性来补充一些多巴胺 而在2001年 加拿大的生物学家 对帕金森症的病人进行过一项双盲实验 采用PET-CT扫描病人大脑中多巴胺活跃的区域 结果就发现 即便吃的是安慰剂 也会因为大脑对药物效果有强烈的期待 于是这个区域就比那些不服用安慰剂的更加活跃 就能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 从而改善了病症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我们跟医生的交流中 当你信任一家医院 信任那些穿白大褂的医生的时候 你的大脑就会对治疗抱有更高的期待 就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 于是那些可以在多巴胺活跃的时候 有所改善的病症 就都会有更好的疗效 尤其对于慢性病来说 就更是如此了 可能有些人还会问 仅仅是一些神经地质 又能和几种疾病高度相关呢 没多少吧 但其实是非常多的 因为安慰剂对健康的影响 还有另外一个考量 那就是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我们知道 除了像受伤啊 出生时的基因缺陷之外 绝大部分身体的疾病 追到根上 都和免疫系统的工作失误有关 比如说炎症反应 它是一把双刃剑 当出现了伤口 或者被病毒细菌入侵之后 免疫系统 为了修复受损的部位 会动用各种措施 大量免疫细胞 以平时几百倍的速度加速增值 然后迅速赶到事发地 有的免疫细胞分泌细胞因子 指导细胞 不按病毒的要求制造病毒所需的那些蛋白质 有的免疫细胞呢 自己就是一个杀手 把受损的细胞和里面的病毒 一并杀死 在宏观上看 乱成一团的部位 那就是红肿 发热 有明显的疼痛感 如果这样的 杀成乱麻的状态 能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就有利于恢复 但如果免疫细胞 杀红了眼呢 那可能连正常的细胞也一起杀 而且还停不下来 那个就叫做免疫风暴了 新冠病毒的重症 很多就是免疫风暴造成的 所以 如果免疫系统正常工作 即便不服用额外的药物 很多病的自愈效果 这是自己的自啊 自己痊愈的效果 那就会更好 于是 只要安慰剂 可以直接影响到免疫系统 那就能产生真实有效的疗效 而且这种疗效还是针对非常多种疾病的 2016年 以色列的神经生物学家就用小鼠做了实验 这实验难度比较高 先要对小鼠大脑的神经元作改造 他们利用的是一种病毒 这种病毒上插入了一段制造特种蛋白质的基因 成功感染小鼠的大脑之后 小鼠大脑自己就开始产生这种特种的蛋白质了 这种特定的蛋白质作用呢 是一个开关 打开的时候 小鼠大脑就会大量分泌多巴胺 关闭的时候 小鼠就不分泌 而什么又是这个开关的遥控器呢 是一种化学物质 叫做绿氮瓶N氧化物 简称CNO 它是通过注射的方式进入小鼠体内的 打开开关呢 就给它注射一针 也就是说 改造过的小鼠只要注射CNO 就会大量分泌多巴胺 由于小鼠代谢CNO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分泌量是能被灵活精准控制 接下来 把小鼠分成两组 让它们都感染细菌 但其中一组呢 在感染前24小时 就激活了它的多巴胺系统 最后 评估两组小鼠感染的轻重程度 结果非常显著 那些提前激活多巴胺奖励系统的小鼠体内 细菌明显更少 显然 更多的多巴胺 优化了小鼠的免疫系统 2018年 也是类似的实验 用来衡量小鼠的黑色素瘤进展 结果发现 激活了多巴胺奖励系统的小鼠 它们的黑色素瘤更小 因为免疫系统对肿瘤的抑制作用 更有效了 可以说 对医生更信任 对病情有更良好的期待 其实真的有利于治疗 中枢系统中 各种神经地质 对免疫系统有着复杂的影响 但总的来说 那些心情更好 生活得更快乐 压力更小的人 就是会更健康 因为免疫系统差不多 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健康的整体状况 所以不只是疼痛 在感冒 焦虑 吸睛感染 肿瘤 甚至绝大部分疾病里 对生活更有希望 对疗效更有期待的那些人 都会比完全放弃的人 有更好的疗效 医学的发展 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在19世纪之前 面对病人 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的医生 知道真正问题出在哪 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间 医生已经开始能判断病症的起因 比如说能判断出是血管问题啊 肾脏问题啊 细菌感染问题啊 然后慢慢能应对一些复杂问题了 比如说缓解破伤风 那就用石碳酸疗法 治疗瘧剂呢 用奎宁 解热阵痛 有阿斯匹林 还有治疗各种皮肤病的点化夹 这个时候 外科手术已经可以在麻醉状态 在尽量避免吸睛感染的状态下进行了 孕妇如果难产 可以进行抛工产 可以对病变组织做切除 可以处理肾结石 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 那就是小分子药物的年代 而21世纪之后 由于基因技术的高速发展 疾病的很多治疗 开始摆脱小分子药物了 而是使用基因技术 跟自身的免疫系统 看上去好像差异极大 但实际上 今天依然有大量的人认为 医术自然是越老越靠谱 李时珍当然比施金墨更厉害 孙思淼当然又比李时珍还牛 华佗又是秒杀了孙思淼 当我们了解了安慰剂效应的历史之后 你就会知道 这些古代名医 如果按照历史顺序 从古到今排下来 其实比拼的很有可能 是运用安慰剂效应的技巧的高低排序 后面出现摆脱小分子药物